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用亚马逊云部署Stable Diffusion这个教程 Stable Diffusion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因为部署在本地比较吃显卡 那么没有独立显卡或者和我一样用轻薄笔记本的就无法使用了 那如何部署的步骤呢,我也放在了我的公众号里 当然了,我也会视频演示 其实呢,我是根据亚马逊云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的一篇文章来部署的 那这篇文章呢,在我公众号的底部也可以直达 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呢,可以看一看 大家可以快速的浏览一下安装的部署的步骤吧 方案部署,一,二,三,四,五,六 一共就六步,也很简单 也就一二十分钟就可以部署完成 但是我按照它的步骤去安装的时候 到第四步填入对战名称 选择G5RXLarge这个实力的时候 咱们的账号默认是没有的 需要咱们去申请 官方的公众号里是没有说明的 那申请的步骤呢,我也放在了我的公众号里 视频后边我也会演示 那好,现在我们就去用亚马逊云部署尝试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亚马逊云 注册一个账号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创建AWS账户 下一步填入自己的电子邮箱地址 还有昵称 然后它要求验证电子邮件 我们可以登录到我们的邮箱里 找到验证的邮件 把这个验证的验证码复制过来 接下来就是设置登录密码这个步骤 很简单的 大家可以看到一共分五步 第二步呢,就是填写我们的个人信息了 这里我们选择个人 这个电话号码 就用我们国内加86的手续号码就可以 第三步我们填写上我们的信用卡卡号 以及到期日 是卡人姓名 填写信息后会立刻从你的信用卡中扣除一美元 作为验证 之后是会退还给你的 应该只有验证成功了才能继续下一步 第四步呢,就是用手机接收一下验证码 其实整个注册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需要一个双臂信用卡作为验证 没有什么难度 之后呢,我们登录到后台 首先要去申请G5-2XLarge的实力 点击右上角这个问号 选择支持中心 然后这里选择创建公单 接下来选择这个蓝色的 想要提高服务限额 到这个增加服务器限额这里来申请 咱们在这里搜索 Sorger Marker Notebook Instance 区域这里就选择美国东部 弗吉尼亚北部 限额这里就选择G5-2XLarge 下边这个薪额限制填10 接下来案例描述 就是填写大家的理由 比如我填写的就是 我是一个YouTube博主 想要录制一段视频 来讲解亚马逊云服务器 部署Stable Diffusion的教程 申请更高的资源配额来实现 恳请通过 谢谢 下面这个联系选项的话 我选择是通过邮件来联系的 大家可以随意 最后点击提交就可以了 然后也很快啊 过了不到两天时间 我就收到了官方通过申请的邮件 咱们就可以正式开始 部署Stable Diffusion了 首先要看到这个右上角 这个地区啊 我们还是要选这个美国东部 就是弗吉尼亚北部 要选择这个地区 因为它每个地区的 这个配备的服务器是不一样的 我们选择弗吉尼亚 好 我们接着要打开这个 Cloud Formation 如果你的主页这里没有的话 你就先去搜索 因为我这边已经创建过了 我们在这里搜索Cloud Formation 我们把后面这个小星星给点亮啊 就是收藏的意思 收藏之后呢 它就会显示在这个页面的上方 这个位置呢 我已经把它收藏了 那 那我们点击进去之后呢 去创建一个对战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还没有项目 那我们就去点击这个创建对战 下一步呢 这里需要设置一些参数 首先呢 就是这个对战的这个模板 那我们选择上传模板文件 下载地址在我的公众号里 公众号的文章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接下来看一下 部署对战的设置参数 对战名称可以随意填线 实例类型 咱们就选择自己申请的G5RXLARGE 其他的保持默认 然后下一步也全部保持默认 然后提交 大约20分钟左右 资源全部加载完毕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输出里面 这个URL点击进去 好 这个网址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线使用 StableDiffusion了 我们先来尝试一下 生成图片 这个年轻的恋人 90年代 北京啊 这些关键词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罗马 罗马雕像 这个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 我们再来生成几张 试一下啊 可以看到这个 生成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包括这些参数呢 其实我们知道 AI绘画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关键词 以及这些设置参数 那么如何使用StableDiffusion 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次使用到的服务器的价格 因为这台用到的是GPU 我们用到的是G5RX Large实力 我们找一下 这台每一小时1.52刀的价格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是需要收费的 记得不用的时候要把它关闭 比较适合小型团队 OK 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